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女排二队并没有回国 他们将留在菲律宾打邀请赛 以此来锻炼队伍 本以为王亦凡等入选了世锦赛名单的球员会先行回国 加入世锦赛对战行列 可就现在来看 不仅是王亦凡无缘世锦赛 就连吴孟杰也有可能不后尘 笔者在翻阅吴孟杰社交平台时发现 吴孟杰也上传了短视频 且IP归属地也是显示菲律宾 所以这两位在亚洲杯大放一彩的国家队成员 很难代表一队参加世锦赛了 在打完亚洲杯后 很多球迷都认为 吴孟杰和王亦凡有着自己的特点 完全可以进入世锦赛名单 充当球队骑兵 吴孟杰的使用方式 完全可以参照王丽娜的使用方式 当时 王丽娜也是一传 防守能力较差 无法打上主力 大郎平依然把她带到了奥运会赛场 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利用她的强攻 帮助中国女排渡轮 这一招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王丽娜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帮助球队拿到了银牌 现在目前这只中国女排 也面临着前排攻击力不足的问题 吴孟杰的攻击力 在这些年轻球员里算是比较出众的 所以完全可以把她带在身边 一旦今夜霍王云露无法下球的情况下 前排换上吴孟杰来进攻 王亦凡的发球和后排保障技术是相当了得 完全可以作为后排替补球员出战 可惜随着这两位球员在外征战未归 两人离世锦赛也是渐行渐远 或许有球迷还想着空降 但配合是最大阻碍 吴孟杰虽然和凋零雨有过配合基础 但也仅仅只有一个赛季的时间 且和复攻的定篮 后排防守站位也需要磨合 王亦凡和球队的配合时间 就更少了 只能期待两位在今后的比赛中 能够代表中国女排出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